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杨玉环胜率登上全英雄胜率第一 最近更是有高手 用他直接拿下巅峰第一 给我三分钟 快速教会你现版本最强打野的玩法 目前玉环无论是走蓝刀法盒 还是肉刀打蓝银 都是踢银的存在 那么想玩好 他的第一个关键点就来了 如何灵活的选择这两套玩法 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样 先看阵容 但并不是要关注家里缺的是输出 还是前排 更多的是要看家里有没有人 能带线 现在肉玉环的强度会比较高 最舒服的阵容组成是站边 加上一个过线快的工具人法师 那这保证肉环前期的进攻性 也不用担心中后期坐线困难 但如果你家边路是个白起连坡 这种大坦边 中路又是西施招军这类工具人的话 带边线的速度就会一直比对面慢 跑途上也没什么优势 就很容易逆风被对面牵着了 这时候就需要我们走蓝刀法盒 来补充队伍的坐线能力 同样的情况下 如果你家中单换成活骨貂蝉这种 单边能力非常强的英雄 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射斧 来选择自己的打法 一般来说 如果自家是软斧 就优先肉刀蓝领 硬斧就走法盒 再把射手强度考虑进去的话 如果你家射手前期偏弱 我们就可以优先肉刀 来补充整体前中期强度 牢记上面这几种情况 不是稳疑 保证玩得比你现在更舒服 是没问题的 但只了解阵容适配度的话 那都是只让他命 想拿杨宇华嘎嘎带飞的话 还得知道杨宇华的优势 在实战中打开局面 现版本地形改动后 能刷双眼的英雄寥寥无几 而杨宇华现在依旧能轻松的 两组同刷 只要你不失误 等你刷完野区 进对面野区时 对面基本上是三级 在打第二个buff 就借助刷野块的优势 可以出一波 四级打三级的节奏 在开局 除了速刷打等级差之外 现版本大火的边路开局 也是可以参考的 当自家边路 是孙策 施工阵 老夫子 这种一级坐在农历 就很强的英雄时 只要对面不是大坦边那种 一级狗线的英雄 就可以直接钻边路一槽 直接边开 配合队友拿下医学 那这个时候 如果自家中斧比对面猛 并且往你这边靠了 你就可以直接摇上队友 进对面野区 如果中斧没有献权 就让队友看眼buff 你正常速刷升四级 也能跟上对面打野的刷野节奏 在抓人时 二级一定要体现开 像这样保证你走到线上时 刚好能控到人的程度 另外 玩亚一环一定不要怕扛塔 只要看到对面是半血左右 你就可以提前存一 先手扛塔 喊队友直接跃 打一套AEA 之后啊 在快扛不住的时候 再用大招无法选中退场 那亚一环不是那种 只打一套英雄 前中期啊 不要想着能直接秒人 想去打状态 击杀的话 牢记一个字 皮 控制你和对面 在EA的一个极限距离 他追你 你就用二级能加速 拉扯打EA 让他感觉到能摸到你的位置 等他动手时啊 你再用二级能加速 打EA拉扯 就时刻保持这种感觉 让对面 感觉打得到你 但又触碰不到你的距离 你就掌握了 杨一环的精髓了 最后给兄弟们 附上两套打法的出装 玉环目前综合强度 都比较在线 两套玩法都非常值得尝试 但如果你的段位比较高 更建议兄弟们玩肉环 因为法中杨一环 作为野河来说 风险比较大 很容易被打掉脸 一波就失去节奏 你们觉得打野玉环强度怎么样呢